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阿底霞是印度最伟大的佛教学者之一 他说,有八件事情让人软弱 也就是,有八件事情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变得非常软弱 佛法里面讲世间八法或我们落入的八种陷阱 第一,人总是希望得到 只要你去希望得到,你就开始变得软弱了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 你要求他了,你是不是要变得软弱了呢? 如果你不想去得到他,你就用不着这么软弱了 第二,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失去 很多母亲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孩子,就变得非常非常软弱 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先生,就慢慢的也会变得软弱了 第三,人希望受到赞美 一个人被别人赞美了,他就非常非常开心 实际上,这种人是软弱之人 只要别人不说他好,他就非常难过,经不起考验 第四,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受到批评 因为他觉得受到批评之后,他就难过 这是人的陷阱 如果没有一个人讲你们身上的毛病 你们想一想,你们哪个人会改毛病呢? 别人不会说你们身上的毛病的 人家说毛病都是准备要被别人骂的 只有你这个师父整天在讲你们身上的毛病 师父是不怕你们骂的 因为我要救你们 第五,人希望自己生名远扬 希望自己的名声 这个人也知道,那个人也知道 连在小商店里,做一点点小生意的人都说 他们知道我呀,知道我们这个店很有名 你别小看哦 我们做大饼的生意呀,芝麻一个都不漏的 第六,人不希望默默无闻或受到忽视 所以,你看很多人 只要人一多,他就要出风头 一看到人多了,马上说 哎,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大家过去 好吗?他好像不站出来 坐在边上默默无闻 就觉得很难过 觉得人家看不起他 记住了,菩萨都是坐在那里 如如不动的 我们不但没有看不起菩萨 我们还要拜菩萨呢 第七,人是希望开心快乐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个陷阱 很多人用吃喝玩乐来制造自己的快乐 殊不知,快乐是从内心开始的 很多人一辈子把吃喝玩乐作为一种快乐 但是,结束之后就面临着痛苦 而我们学佛人,闻到了佛法 天天在帮助别人 天天做善良的人 知道自己以后要上天 我们是法血充满 这一种才叫真正的快乐 第八,人不希望痛苦 谁都不希望痛苦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陷阱 因为很多人不希望吃苦 不希望劳动 不希望自己未来有很多的痛苦 非也 实际上人不吃苦 他不能改变自己的 在天道的天人 就是因为他们太幸福了 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修 人道是处于幸福和痛苦之间 所以,能够领会痛苦的人 他才要求精进 才要以事修成报佛恩 这世间八法十分重要 我们应该守记在心 那么就可以不时检查 我们是否落入其中任何一个陷阱 或甚至是全部 检查是否落入任何一个陷阱 是休息的核心基础 他们很容易记 就是悔育 得失 苦乐 积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